5架F16战机以大雁队形 划破七星谈天空 低空冲场呼啸而过 要陪民众一起迎接元旦的第一道曙光 但是2021年的迎曙光活动 可能左等右等都看不见战机冲场 外界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玻璃打开的管制以后 刚换到站档的管制 随后失业 F16战机以及上校蒋正志 11月17号晚间在花莲外海失联 目前还是没有成功巡获 外界研判这可能就是国防部 犹豫今年战机冲场是否要举办的一大原因 但当地民众却有不同看法 拿起手机兴奋捕捉战机踪影 花莲七星谈从2014年开始 每年元旦都有战机冲场 已经成为花莲特有的跨年活动 战机冲场到底办不办 花莲县政府表示 还在跟国防部确认当中 民众希望F16战机冲场 还是可以照常举办 除了展现空军的士气 以及战斗力 也能向上校蒋正志致敬 期盼搜救能尽快传出好消息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